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发现你的成功之路 曾经有位哈佛大学教授 在课堂上对学生说 拿到哈佛大学 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天 你觉得超级开心的请举手 这时一千多位学生 几乎都举手 接着他又问 那时你相信自己会 快乐一辈子的请举手 这些学生还是继续举着手 然而当他问了第三个问题 你觉得你今天很快乐地请举手 这时候几乎大多数人的手 都放了下来 这位教授说 这些学生从小听到的教导都是 现在辛苦一点没关系 只要等你进入了 第一志愿梦想学校 以后你就会得到很好的工作 进入第一志愿的公司 你就会快乐一辈子高枕无忧 很多人都相信成功会带来快乐 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八成的哈佛学生 都曾经历焦虑和忧郁 有位妈妈 她是三个孩子 都很优秀 老大和老二都当上医生 最小的儿子读的也是最好的高中 可是她跟她的孩子却很难对话 其中一个孩子虽然是医生 有很好的工作 可是这个孩子跟她说 我觉得我好像少了些什么 所以她每次放假就去国外度假不回家 亲爱的朋友 你认为什么是成功呢 是更多的财富 更高的收入 还是更高的地位和民生 人生的目标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错误的 就会定出错误的目标 最后得到错误的结果 有些人渴望赢得同伴尊敬的眼光 所以努力表现自己 企图在学业职场中 叫出一张又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希望借此找到满足于快乐 没想到内心却是更加的空洞和不快乐 因为孤单的心 空虚的心 绝对不是财富民生可以填满的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 意思就是 世界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大案 所以如果追求财富 收入地位民生 作为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认为拥有这些才叫做成功 这样的人生 一定不会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就像那位妈妈一样 虽然她的孩子 获得了世界认为很好的成就 但是家人之间 反而越来越疏远 孩子也没有因此感到快乐 亲爱的朋友 真正的成功是包含整个人生的 必须同时在心灵 人际关系 身体健康 自我学习成长 财务等等 五个层面均衡发展 才会是一个整全人生 祝福你 拥有正确的人生优先次序 在整全人生的这五个层面上 都能往外扩展 得到丰盛 一年一年累积出你 人生真正的成功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